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董早 文献放在你桌上了 好 这花是谁送的 很漂亮 我自己买的 你买的 他怎么还买花呢 是要送给什么重要客户吗 如果还需要 我可以再去挑一些的 不是 我买给自己的 姜晓宁来了吗 来了 让他去我办公室一下 来 姜晓宁 这个项目啊 主要由你们俩来负责的 主要是 老板那花是给谁的呀 谁知道吗 我怕你们没有吃早餐 空腹喝哈啡会胃痛 所以拿点零食给你们 谢谢小宁 谢谢小宁 你太仗义了 你哥我呀 早餐就没吃 心里正饿得慌呢 对 把那个橘子令猪肉服 给我 我补充头能量 谢谢小宁啊 做事越来越严重了 哪里 向您学习 小宁啊 这现在老板是越来越器重你了 以后你要发达了 可别忘了凯歌我啊 这么遥远的事情我都没有想过 哪有啊 对了 以后这种小事啊 我们自己做就行了 够富贵 我想我 林姐 喝咖啡 沐总找你 好的 老板早 您找我啊 帮我把画续一下 放画片里 好的 马上 老板 您为什么突然要摆花了 既然我改变不了生活 那我就想办法 让现有的日子 变得开心一点 您取笑我 去个公司里每一个人都买一束吧 很为难吗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 好 顾总给大家买的花 是 喜欢哪一朵 自己挑吧 这一朵 来吧 大家跳一下 老板 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啊 怎么突然送大家花了 难道谈恋爱了 叫你啊 对 叫你 一切皆有可能 大家工作都做完了很闲是吗 好 好 范琳姐 你也选一朵吧 自己说了 不是 洗哥 有什么事一定要当面说啊 你刚刚出差回来 应该回家休息的 我出差回来带了一些特产 回去带给奶奶和姑姑 谢谢洗哥 对了 还有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小礼物 特产我能收 这个我不能收啊 晓婷 你要是拒绝的话 我真该生气喽 你送我礼物我也生气了 放心吧 很便宜的 不是很贵重 我送你回去 你真的是没有小时候 乖了 来 给你带上 好了 好看 谢谢许哥 我上去拿个东西 你先回去吧 好看吗 看 好看